近日,扬州大学学生刘威林付出常人几倍努力 最终以专业综合第一的优异成绩考研成功 镜头前,刘威林同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励志故事 考研成功不仅仅是自己的无悔坚持 还有永不放弃的信念 一入学的时候,扬州大学的安校长 勉励我要好好学习 掌握知识,掌握真本领 报效社会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研究生 来更加的充实自己的知识 让自己掌握本领 然而,考研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刘威林曾经也有过放弃的年头 曾经有过 但是我会找老师同学来聊 看他们怎么来释放自己的压力 老师们同学们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 据了解,1997年,刘威林出生于广东 由于出生时难产导致大脑缺氧 虽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 却不幸落下了脑缺氧后遗症 在成长的过程中 刘威林在做事和说话方面都比常人慢半排 但是,父亲的坚强与乐观精神 始终支撑着刘威林一路成长 他从不把我当特殊的孩子对待 都会向人家很自豪地介绍我 说我很棒,很懂事,很听话 他一直在鼓励我说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可以了 2016年,刘威林考入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开学报道的第一天 他拖着行李乘火车来到扬州 并独立完成新生报道 大学期间,刘威林一直用自己的坚强乐观 温暖着周围的人 谈及自己的考研秘诀 刘威林总结出两个字 自律 大学的课程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基础的 只要你好好学习就能够把它学好 要有目标,要自律,不多,自己放松 在本科的学习课目中 刘威林对英语学习颇有心得 我最薄弱的课目就是英语 我就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 学单词,学义法 从组委并开始慢慢把以前忘掉的东西给积累下来 一遍一遍地学习 就这样一直珍持 他比较自律 他对于事情的认真 一丝不苟的态度 这个是让我看到的 然后学习到很多 这句话是刘威林最喜欢的一句话 他告诉记者 虽然疾病束缚了他的身体 但是却没有封闭他的内心 对于未来 刘威林说 能够在母校扬州大学继续深造 他十分憧憬 直面自己的人生困境 不畏身残至尖 为梦想全力以赴去拼搏